明天再来 好嘞 一个 你哥 加一个 第二个加辣加鸡蛋 加辣加鸡蛋 好 早 早 大爷多少钱 他这个十块 你这个十五 总共二十五 对不起嘛 小伙子 你俩不是一块的 同事 大爷 再加一个 加辣加蛋 十五 谢谢 微信收款 孙世元 小伙子 学这点 看看人家 学什么 你还问个学生吗 你这挖呀 历长 看我这换眼单 你这不是换眼单 你得先做检查 做什么检查啊 这位不是血了吗 不明白的问故事 大哥 你就去给刘主任道个歉吧 下一个 来接药物零病人 走啊 陈辉 走啊 陈辉 站着干嘛呢 陈辉 快走啊 陈辉 陈辉 来 陈辉 你臉 都要赢了吗 陈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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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我看到他了 陈医生 我知道咱们医院床位非常紧张 但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安排床位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范琪琴 确实太香了 太香了 可他确实不是你姐姐 我要帮她 你不要被干扰 我一定要帮她 对 就是那个得了血液病的女孩 她叫 她叫 我刚才还记得吗 你稍等啊 稍等 齐齐 齐齐 叫齐齐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床位紧张 所以我才亲自给你打个电话嘛 得让她进病房 不能再让她在走廊里躺着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氓 怎么了 是不是把枣油粒细胞的 中文洚性 伤� guys 我认为淋巴细胞的 中文洚性 中文洚性了 你是属我瞎 你可以再看看吧 不是 还看什么呀 这还需要看什么呀 就再看一下图片 不是 这结痕又不是我编的 淋八瘤 百分百淋八瘤 你看看 这儿RS细胞 你再看看这细胞的分类 这骨髓的氢润很严重了 治疗也活不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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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淋八瘤 晚七 淋八瘤 晚七 这必须去血液课呀 才十二岁 不过现在对未成年人的化疗技术 已经很成熟了 他应该去血液课 咱们外科治不了他 我联系金主任 干嘛呀 他是我的病人 哪儿都不去 是 陈医生 发现器的妈妈来了 您好 坐吧 咱们聊一下孩子的情况 可以帮忙倒杯水 好 谢谢袁医生 淳辉 过来坐 袁医生 我不坐了 你说 齐齐做了血液检测 正在排查 您还是坐吧 齐齐的情况咱们得详细聊一聊 好吗 您可能得做好心理准备 书步诊断是零八六晚七 我知道 我们去过其他医院了 明白 那他们有没有给什么 什么 陈医生 我能不能带他回家 您要放弃治疗 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 一直在这儿做化疗的话 对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了 他今天不能出院 为什么 他在发烧 皮酸过大 需要做常规外科检测 那什么时候可以 医生 孩子不知道他的病情 你们替我瞒下来 可以吗 找我来干吗 又想说陈辉的事吧 我跟您说啊 趁早让那小子滚蛋 我一见着他我搂不住火 也不给口茶喝 确认了 二字二末 你说我还没老呢 怎么就痴呆了 你有没有觉得我我痴呆了 最近 我大脑未缩了 陈辉我还没带出来 我先痴呆了 这是在哪儿查了呀 咱们要不要回北京再看看 不用 前期症状都在 我心里有数 好 正位 今后 陈辉 说到陈辉 我知道你想让我照顾他 可是他那个性格你也清楚 真的不适合留在外阁 就算他留下来都早晚快出事 要不然这样 把他调到影像课去 那边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一点 外外 你的人际关系是太复杂了 我怎么了 有个事啊 你一定帮我盯着 是急诊那个小姑娘 那个女孩 很像她遗孤的姐姐 别让陈辉参与太多 放心吧啊 我会安排好 您别操心了